最近几年韩国炸鸡配啤酒风靡全球 可是在这之前 日式炸鸡块早就走上国际舞台了 日本还有炸鸡块大奖赛 选出一级棒的鸡肉 可是这项公众投选的比赛 一直被指成绩灌水 所以今年14年来 第一次由专业评审选出日本第一鸡 而胜选的店家 营业额可能会增加整整三倍 日本一群美食家走遍全国 常遍几百家炸鸡店 餐厅和酒馆商店的炸鸡块 每天平均要试吃25组鸡块 一个人就得吃下大约一公斤的鸡肉 每组参赛者有五分钟呈现作品 为了避免吃腻了 评审每吃一口鸡就会咬一块黄梨解腻 这么大费周章 为的就是要找出日本最好吃的炸鸡 过去13年炸鸡块大奖赛 都是由公众投选心中的极品炸鸡 可是却出现了商家制造大量假账号 为成绩灌水的丑闻 而且很多人可能没有吃过就投票 所以今年决定油炸鸡块相关行业的人 担任评委 用专业的角度找出好鸡块 比赛会把奖项分为关东和关西组别 再根据酱油和盐味之类的口感颁奖 除了所在组别的全能冠军 还有各种金奖 当中九州岛的中金可以说是一级战区 这里出产了最多的炸鸡块冠军 由于战况实在激烈 其他地区已经得过奖的厨师 还是会来到这里品尝 再不断改良配方 继续争取炸鸡界最高荣誉 经过一番龙争虎豆 评委这个星期在东京举行颁奖典礼宣布获奖者 东京一家店铺获得了最佳酱油口味奖 赛制的改变也让店家觉得 今年这个奖项比之前的更去意义 我之前在过去年两年连续 在过去 最高金赛 最高金赛 那之前是在网站投票 今年就已经成为实质審査员 所以審査员的联络员 从来自讨厌员的真正的赢 最高金赛 比赛赢得不仅仅是荣誉 更重要的是营业额也会跟着倍涨 一些甚至涨了三倍 首席评委直言炸鸡好不好吃 还得取决于你怎么吃 跟谁一起吃 在什么情况下吃 所以什么是最完美的炸鸡 这是一道永远解不开的难题 感谢观看